哇! 任天堂手機好大一台呢! 好的!今天要介紹的遊戲呢非常的特別 因為今天要介紹的遊戲來自於一間台灣的公司 名字叫雷亞遊戲所開發的遊戲 相信如果跟羅卡差不多年紀的網友們 應該都聽過以前的一款遊戲叫做禁舞團 這款遊戲在以前打了非常非常大的廣告 而且在這個網路的音樂遊戲裡面算還蠻前面出現的元老 那麼今天要介紹的遊戲就是我們的 VOICE 藍空 那其實像這樣子的音樂遊戲呢 羅卡必須先在這裡承認一下 關於這個音樂節奏類型的羅卡真的是非常的不在行 其實網路上可以看到非常多高手的影片 這個高手的極速真的是完全讓人烫回關子 相信有些朋友可能在大型電動機台店呢 看過有些玩家在玩音樂機台 好那這個音樂機台呢 大概也都會讓人看到幕卷聲明 只要是技術好的玩家呢 通常都會圍觀非常多的觀眾 羅卡也是其中一位 因為每次這種節奏感非常好的玩家 有一些可能還會看到戴手套啦 然後會戴抹布來插螢幕的那一種 哇非常的專業 他們的速度節奏感真的是一流 好那回歸這裡 那首先呢我們還是先來看看它的外觀吧 好首先看到它的外觀呢 它是一個非常親切的中文對應軟體 畫圖的風格呢是可愛的 應該算日式風格 然後背面的部分呢 上面這裡有寫到 它是超過一千萬的下載的手機遊戲 再來呢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這裡有寫到 這個是日本跟台灣的一些美妙的樂曲 這邊有寫到它的樂曲的追加呢 是會透過免費下載更新的方式 所以Switch版本的好處就在這邊啦 那其他地方是一些遊戲的畫面 再來呢下面的部分呢 這裡是有寫到 TV模式 平板模式 還有攜帶模式呢 都是只能一個人 再來呢它是有對應Pro手把 這邊有寫到說 它是支援觸控面板的觸控方式 來進行這個遊戲 我們再來看一下它的裡面的配置吧 裡面的配置呢 一樣底部是一個非常漂亮日式風格的建築 跟一些風景照的樣子 那遊戲的卡架在這邊 上面這裡有附著這個 看起來是像貼紙的東西喔 然後呢 裡面這個像貼紙的東西呢 總共有三張 大家可以稍微看近一點 這個貼紙 也是非常的可愛 日系的畫風 但是呢 這是台灣的公司 所以非常的棒 算是愛用國貨的一個概念啦 那麼羅卡呢 其實音樂節奏類型的遊戲啊 是真的非常的不在行 但是呢 還是非常的喜歡玩喔 因為這種節奏遊戲 就會讓人玩到有一種 很容易上癮的感覺 一手接一手 然後跟著這個歌曲來去 哇 就是會不斷的玩下去這樣子 那麼這片藍空的遊戲呢 其實也是羅卡第一次接觸到 Switch使用到觸控面板的遊戲喔 所以呢 非常的特別 那現在呢 就讓我們直接來進入遊戲看看吧 好 首先呢 進入遊戲這個動畫呢 整個畫風是非常的舒服的 然後呢 進到了主畫面 左上角的地方是可以點進去 改變這個頭像跟一些設定喔 然後呢 現在來去看一下我們的頭像 頭圖 頭圖的部分呢 可以做抽獎 現在來抽一下 好 獲得三個新的頭圖喔 造型算是非常的多 那羅卡呢 因為現在剛玩 紀錄很前面 語言的部分呢 有四種語言可以選擇 裡面樂曲有非常非常的多 只要玩完的第一手呢 其他就會全部解鎖 那現在試玩 這一手來看看 進入遊戲呢 其實它的軌道呢 就是非常的多變 那色彩豐富 這時候呢 羅卡是用這個 Pro的手把在玩喔 其實非常的不習慣 因為呢 這個節奏遊戲一般來說 可能是按固定幾個按鍵 那 按鍵的距離不會離太遠 Pro的手把呢 按鍵的距離 雖然已經比91CAM還要近 但是 還是有一種太遠的困擾 在按XY的這種按鍵呢 跟按類比的按鍵呢 就會有一點手忙腳亂的感覺喔 好 結束呢 這個是結束的畫面 再來這首音樂呢 是比較 稀塊一點喔 有一點像 以前比較古老的電動玩具 屬於一種懷舊的音樂喔 這邊呢 只要看到藍色左右符號 這個就是需要用類比搖桿來控制 那如果看到紅色或者是白色的點點呢 就是按我們的上下左右 或者是右邊那四個圓圓的按鍵 如果真的用JECOM來玩 應該會蠻辛苦的啦 所以還是拆開來用 觸控的會比較好一點 OK 然後呢 現在這個是觸控的模式 觸控的模式呢 上面跟手機一樣 會有校正的這個功能 然後呢 因為現在有架著單眼 在拍攝這個畫面 所以 羅卡的手呢 非常的卡 真的非常的卡 而且主機越玩越歪 在玩的時候呢 其實跟手機應該是差不了太多啦 好處呢 就是 可以利用到這個 Switch 大過於6吋的螢幕 就跟一般有人是用這個iPad在玩一樣 比較好暗一點 然後再來抽一下 頭像 頭圖 OK 我們現在其實這個是在測試 在觸控模式當中的這個順暢程度 那今天差不多就先玩到這邊啦 好的 現在羅卡已經玩完這個 藍空的遊戲了 其實呢 非常多的音樂遊戲呢 都是以這個 重節奏為 一個取向 那這一套 藍空呢 其實他的音樂 跟包括畫風 都是非常讓人舒服的一種感覺 所有的音樂 羅卡個人覺得是 比較輕快一點的 並沒有說很重節奏的感覺 那在玩起來呢 就會讓人覺得說 非常的舒服 這樣子 不會說 玩久了 可能會有一點點 耳朵被虐待的感覺啦 藍空有一個地方是 跟其他音樂遊戲比較不一樣的 他的 音樂軌道呢 會隨著音樂的變化 左右飄動 然後會有很多的 也不能說算絢麗啦 但是非常的特別 因為其他的遊戲似乎是 比較少這樣子的配置 就是會讓他的軌道呢 變大變小 然後呢 一下消失一下出現 一下左移 一下右移 哇感覺非常的 虛無飄渺的感覺啦 那再來呢 羅卡有上網稍微查了一下 關於藍空的一些小資料 其實裡面的故事呢 是在敘述來自於 宜蘭的一個虛擬小鎮喔 其實他裡面的日記模式呢 可以看得到 他的一些圖片 像宜蘭的補肉啊 還有這個 和聲的麵包店啊 其實他都是在宜蘭 實際上有這樣子的東西喔 包括這個補肉 其實非常的有名 在宜蘭呢 幾乎是一個 當地必吃的一個小吃喔 那也因為這個 繁體中文的招牌 跟這些街景呢 還有包括這些美食呢 會讓人覺得這款遊戲 對我們來說 是特別的親切 也讓這款遊戲呢 加分了不少 再來呢 這款遊戲 其實他的售價 並不貴喔 他在iOS跟Android上面 也是可以下載的 但是呢 在手機上面似乎是沒有辦法一開始就解鎖所有歌曲 那在Switch的部分呢 玩完第一首歌曲之後啊 其他的歌曲就可以隨之全部解開 可以隨著我們的喜好去做歌曲的選擇 也可以調整不一樣的難度 那麼因為羅卡呢 是有用這個控制器跟用觸控的方式來玩過 其實呢 羅卡還是覺得用觸控的可能會來的好一點 因為呢 控制器來控制的部分 他是利用這個左邊跟右邊的這個按鍵 包括這個類比的搖桿來去控制他的方向 所以呢 要講會有點稍稍卡卡的 而且在這個訊號很快的出現的時候啊 手指頭會有點手忙腳亂的感覺 腳不亂 但手指頭會亂 但是呢 像這樣子的音樂節奏遊戲 就是很容易讓人 一邊聽著這個音樂 不知不覺的就結束一首 那每一次呢 只要有miss之後 就會很想要再去挑戰他的 4 combo 那如果音樂節奏遊戲的愛好可能呢 其實都可以蠻適合來支持一下這片 藍空的遊戲 因為呢 這片遊戲除了是我們台灣的遊戲廠商以外呢 裡面還有非常多圖片 是來自於台灣的街景 所以感覺非常的清潔 包括他的音樂非常的舒服 畫風呢 也讓人舒服 所以呢 這片遊戲呢 羅卡是還蠻推薦的 呃 喜歡這種節奏類型遊戲的玩家們啊 都可以來去嘗試看看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的 記得在下面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羅卡 我們下次見 掰 片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